屏东牡丹乡的哭泣湖 从八八风灾过后就被睡莲给入侵 到现在湖面几乎被莲花给占据了 当地的居民担心 这不但会改变湖的原貌 还有可能会加速路化的速度 而湖里的鱼也会大量减少 一朵一朵紫色睡莲、粉红色睡莲 在湖水中摇曳生姿 看起来非常美丽 可是这种景象 看在屏东牡丹东原部落的居民眼里 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因为这座哭泣湖 原本是居民的灌溉和民生水源 但在这几年却被睡莲强势入侵 只是把它想要呈现的最原始 最原本的景观 然后让自己的小时候 跟以后的小孩子 也可以连接到以前小时候的湖 是这么漂亮这样子 这些睡莲来自哭泣湖畔的一座石头屋 屋主在自家挖池养花 没想到八八风灾的大水 把睡莲全部冲进湖里 到现在湖面几乎被莲花占据 居民担心睡莲繁衍很快 不只会全面改变哭泣湖原本的面貌 还加速哭泣湖淤积路化的速度 这两天 东源社区导览解说队找志工 一起下水清理 光是眼前这片将近百平的湖面 就被清出五六千公斤的睡莲 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花了两天的时间 在清理这个睡莲 不过我们花了两天 动用了很多的人力 才清除到这么一点点而已 志工清除湖区时发现 睡莲泛滥程度超乎想象 湖里鱼类也因为优氧化而大量减少 而原本面积三公顷的哭泣湖也因此只剩不到一公顷 部落族人担心 如果情况再继续恶化下去 这片象征东源部落的湿地和湖水 不久就会走进历史 记者李会议 陈显坤 屏东报导